我照顧房子 因為本來是難得講 我自光護理是什麼理事 所以我照顧房子 搞到 變成一個統一的地點 那後來呢 這個本來是侯洞 是那個洞 三千水那個洞 可是礦工就覺得那個洞有水 工作不方便 很危險 而且不堅固 就會把那個水換掉 就是變成石頭廠的洞 後來呢 我們都那個那個 民國政府之後 反正認為那個侯字不養 就改成諸侯那個侯 那還有人去正因 就是那個石頭廠加那個洞 應該叫做童 所以整個名字變成侯童 可是我們不管 我們都還是叫侯洞 那後來幾年前就他們開始 尤其他們 就是當縣長他們就騎出一個正面人的證明運動 就是說 我們還是希望改回來原來的地理 所以又進來 戶籍名稱又改成侯子那個侯 叫侯洞 可是那個火車站要改 很麻煩 所以就田屋集有自己一套行政機種 所以活動這個地方是不是變成一國兩制 就是戶籍的名字是猴子那個猴 那火車站那邊是諸猴那個猴 還是達時不改 這樣 有拔號 有拔號 最近一個假日可以買到四億萬塊 就是哪一個人太多了 從這邊坐我這回去也可以 對 因為有看貓什麼東西 沒有寫一個貓站檔 對 所以現在 現在他們開玩笑說活動現在要找一個東西叫名產 這是一個名產 這是一個名產 不知道 這是可以帶回去可以吃的 因為台灣人如果到一個地方去玩 沒東西吃 怪怪的這樣 所以以前練大學的時候 當然我們班上會講說 比如說暑假都會回去哪裏 宜蘭就帶您的蛇品哪邊帶什麼 那有一個班上那個同學問我說 你每次回去那邊帶東西來 我說 要打頭就給你補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氣我 哈哈哈哈 對 好了 我們現在班班往那邊 往那邊